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主要是教大家怎样去欣赏 怎样去看戏 然后怎样去理解戏曲 那么因为我们讲唱呢 更多的是从实践的角度 直接去切入如何学习唱腔 如何理解唱腔 那么建议大家如果不是很了解戏曲的朋友呢 或者没有学过戏曲的朋友呢 可以先从右边这个课程入手 这样呢可以更好地去理解我们的课程 好 这是我开始要讲的 那么今天呢 我们主要就讲一讲这个 第一段六月雪的唱腔 在讲唱腔之前呢 我首先要讲一讲一个就是对于艺术的一个理解 和对于学习艺术需要有的一个态度 那么首先呢 中国的戏曲 所有的这样的一种传统艺术 它都有很多的 很长的历史渊源了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渊源中呢 一定有各路理论人士总结出很多理论 那么同样的也有很多的艺人 前辈艺人艺术家 总结了很多实践经验 那么归根到底 戏曲这门艺术是理论跟实践相结合的 一定不能轻视哪一方 那么在研究理论之上呢 要通过口传心说的实践去加之巩固 加之加深自己对理论的理解 这样我们的演唱 我们的对艺术的理解 以及对自身的记忆的提高 才能是一个完整的综合的一个表现 那么同样的 在学习唱腔的过程里呢 我们经常会想到一个词就是 我学的是谁的版本 我学的是谁的路子 但是其实在学习艺术的过程里 最好是不要有这样的思想 因为首先我们学的是戏 我们学的是成派 那么成派中有无数的艺术家 他们都有自己的长处 也都有自己的短处 我们要学习各路艺术家的长处 那么同样的也要规避他们的短处 同样也要规避我们自己的短处 发扬我们自己的长处 这是一个正确的学习成派艺术的一个态度 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说到路子这个问题 很多人会说我学的是谁的路子 我学的是谁的路子 我听的是哪个版本 这个问题怎么 我觉得应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 路子是一个基础的规范 那么在对于初学的人来说呢 你必须得先学会一个路子 你才能说我从哪个角度去学了这出戏 但是路子不是绝对的 在某一个路子之上 还有很多值得发挥 值得发扬的东西 有很多艺术家独创 而又精彩的精华 那这些也是值得学习的 那我们在讲座的时候呢 会先选取一个路子 以供大家理解与参考 那么处类旁通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讲座 去听别的版本的录音的时候 又去加深一种理解 为什么他这里处理的不一样 那处理的是不是更好 等等等等 我觉得这是对版本与路子 以及各个名家的演出的一个尊重 以及一个正确的理解方式 切记不要就是说 哪个路子说哪个路子正确 哪个路子不正确 艺术中没有对错 绝对的对错之分 但他觉得有好坏之分 所以说这个 这是我在讲唱腔之前 和大家分享的一种 这个学艺的态度 然后一个 我的经验吧 这样呢 也更好的 我相信可以更好的帮助大家 去理解我们的讲座 理解我们后面要讲授的 这样的一个唱腔 好 那么下面呢 我来讲一讲 这个简单的讲一讲 我们学唱成派 最重要的是什么 从技法上来说 它就是咬字 行腔 气口 咬字 要注意 成派 它是一种用切音的方法去咬字 什么叫切音呢 如果大家去听昆曲 或者是去看运学立珠 这个红武正运 这样的运输 会发现 中国古代的注音 是将一个字 用另外两个字 去表示表达 那么去 比如说去前一个字的 生母和后一个字的运母 相拼 则形成一个新的字的读音 就是切音 比如说 红就是赫和翁 这两个音的组合 那么听就是提和音 这两个音的组合 那么相对应的 它的字头跟字腹 就会拉长 那么这样的一种组合咬字方式 就是我们说的切音 它比较讲究头腹尾的一个过程 那么具体的 如何切音 切音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我们在唱腔里面说 第二个就是行腔 成派很多时候 是一字音而行腔的 所以大家对它的这个 评赏驱入四声 一定要有足够的认识和理解 那么关于这些咬字跟行腔呢 我在之前的课程里 这个陶先生金婚分享会里面 讲的就是比较的这个清楚 比较细节 那么在前面 我们教索林郎全剧唱腔的时候呢 讲的也比较的多了 我这里就不再赘述 我们后面在唱腔里边逐步去体会 那么第三个就是气口 因为高音低音 它都需要用气息去衬托 低音要拖住 高音要稳住 要松弛 那么我们不可能一口气唱完一整段 那么中间的这个气口 换气 偷气 就非常的重要 那么气口这个问题 我们等会在唱腔里面也慢慢的说 那么咬字 我刚才说了 字头 字腹 字尾 尖团字 上口字 说到这个呢 我也想说一点 就是 过去的很多理论 那么发展到今天呢 有不同的说法 其实很多时候说法不同 但它所表现出来的那个内涵 和实质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过去说 头腹尾 字头字腹字尾 那么其实简单的来说 我们就可以理解为 现在的汉语拼音的 生母运母 和字尾收音的那个收运 所以我们每念一个字的时候 我们要把这个字的汉语拼音 拆成三个部分去理解 比如说 我们就比如说 这个生母的生 诗 恩 这就是三个部分 这个音是字头 恩 恩 这个音是字腹 而尾音的 我们的敌恶收音的这个 要用舌头去碰你的上颚和上牙 那一块 这样的一个 恩 恩 这个音 就是字尾 其实很好理解 然后就是我们要注意 演唱时候的尖团字 跟上口字 尖团字 就是古音里面一些 一些字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些字念 姬七西发音的 这个生母发音的字 在过去其实是 咫咫咫 那么这是一些特殊的念法 大家要去背 要去记住 那上口字也是的 比如说这个 我们的我 我们现在念的是我 但过去念的是我 豆鹅的鹅 过去念的是鹅 现在念的是鹅 那其实我们过去念的是 魔 像这样的字 那么它就有特殊的念法 大家要去记 要去背 好 这是说到这个 咬字 那么关于这个 旋律跟细节 这些是大家需要去熟悉的 需要去记住的 比如说 二皇闪板是一个什么样的 腔 二皇慢板是一种 怎么样的旋律 反二皇 它又是一个 怎么样的旋律 不同的板式 都有它固定的 属于自己的特色 这个需要大家去熟悉 背 其实呢 多听 听多了 自然而然就有感觉了 这是腔 那么气口呢 同样的 同样的板式 有同样的气口 它有一些固定换气的位置 那么不同的流派 对气口的处理也不同 比如说成派 它二皇慢板里 就有固定的换气位置 反而皇慢板里 也有固定的换气位置 那么这是一个 固定的换气 气口 这个需要去背注 那么同样的 还有一些 根据情绪 根据人物 而设计 而设计的气口 那么这些就是 有特殊性的气口 那么就需要 在每一段唱腔里面 去学习 去体会 那么同样的 比如说 程延秋先生 他是这样的一种唱法 在这里换气 那么 因为情绪的不同 因为身段的不同 因为在舞台上 所呈现的张力不同 比如说 赵龙春先生 他的气口 可能跟陈先生 就不太一样 这就是 每位艺术家 根据自己特色 而又改变的气口 那这就是一种 艺术的再创造 好 这是气口 镜头 镜头是什么 镜头很多时候 是一种力量 像成派这种 哀而不伤 画虎画皮 男画鼓的这么一种 风鼓的一种唱腔 有风鼓的唱腔 镜头就非常的重要 镜头里面又分什么呢 大镜头 小镜头 比较平缓的镜头 比较急促的镜头 那有的是用我们的 单前力 是用我们的气息 去颤动它 有的是靠我们 口腔的变化 口腔的配合 去使出这个镜头 这个我们在这个唱腔里 慢慢去看 强弱 我想喜欢成派的朋友 强弱 对强弱的概念 是非常的明确的 成派的游丝腔 手音 那么是非常好的 体现出了这个强弱变化的 这么一种 对情绪的一个配合 这个我们在唱腔里去感受 以上所说的这一切 归根到底 都是为了剧情 为了情绪 为了人物 而设计的 不能为了唱腔而唱腔 为了记法而记法 这样 它就不是一种艺术的处理 它是一种技术的处理 这一点 希望大家能理解 那么陈彦秋先生之所以是大师 就是因为他将技术跟艺术融合的非常非常的好 二者是缺一不可的 那么这是我对唱腔的一个简单的解释 同样的 唱跟腔是两个概念 唱是人真的部分 人生的部分 腔是乐队的部分 这个大家需要去理解一下 那么我们的唱和乐队就是需要去配合 我们的唱和乐队的配合 又要和我们的又要和我们的人物和我们的剧情去配合 那么上节课 我们讲了很多很多 这个关于豆娥这个人物 六月雪这出戏 他的情绪的启程转合 一个变化 一个每一段里 他要突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这是我们上节课讲的 那么今天这节课开始 我们就通过学习唱腔 仔细地去研究 这个 我们的唱 念 如何体现了我们之前说的情绪 以及如何把这一出气 启程转合 低谷高潮 完美地表达出来 好 这是我们的 今天要讲的这一段唱 词很简单 忽听得患豆娥丑所没上 想起了老婆婆毫不凄凉 只见她发了路 有话难讲 敬妈妈呼唤我所谓哪装 我们先来听一听 陈彦秋先生 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陈先生 在这个1958年的一个录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不好意思 现在稍等 一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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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好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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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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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